春節墾丁人潮才稍稍回暖 原以為飯店業者可以鬆一口氣 沒想到過完年又傳飯店倒閉 這房子都我們自己的是不是 對啊 那原本的木下呢 裝潢時尚房型精緻的中型旅宿 木下墾丁會館定價在4到7千元 在訂房網評價屬於中上等級 但卻在3月初悄悄結束營業 飯店內的沙發單人座1千5 雙人座2千5 還有床墊 熱水瓶 卡拉OK播放設備 全數拍賣 便宜大出清 業界傳是租約到期 但也有人透露是大環境不景氣 木下在這裡差不多幾年了 十八年啊 在第二期啊 要不三年才有效用嘛 這就是無生理 根本的生理就是沒辦法人處理 原本是旅遊勝地的國境之男墾丁 因為滷味風波 人氣跌到谷底 更因此導致觀光人潮 從800萬慘跌勝400萬 墾丁榮景真的回不去了嗎 其實從去年11月 先是露營車業者快樂熊貓歇業 過年前是博弈飯店 2月則有月牙泉度假村 到現在目下墾丁會館 等於是一個月倒一間 後續是否出現連鎖效應 各家住宿業者都在搓雷蛋 記者張春華屏東報導